大家看我都睡着了 睡着了有人敲门 我就开开门了 一看酒店 免费送着汤圆 说今天是十五 我们拿我吃点汤圆 大家好 酒店的七王门声 把我给敲醒了 开门以后一看呢 是送元宵的 今天我忙了一天 从中午 我们就吃饭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 晚上几点了 几点就是七点钟 快到七点了 我们才结束 我们回到酒店以后 我就觉得特别累 我就躺下了 这一觉睡起来 哎呀 这敲门 刚才说了 敲门声 敲醒了 还是那个句话 老李呢 跟我爸爸在一块 我弟弟 我弟弟没有去 说那应该是 儿子陪着父亲 因为老李呢 说起实在的 上次 从我爸出去旅行 去山东 说我爸 老李照顾 我爸照顾的挺好的 我爸特别信任老李 所以有事呢 只要老李在 我爸就爱叫老李 不喜欢用他的儿子 这都是我其实 我跟我弟弟也说了 我弟弟说 哎呀 老人啊 喜欢怎么做 就这么做吧 也许 老爸自私 怕麻烦他的儿子 那就不知道了 随心 随他心愿 我爸爸他们明天早上起来 因为我们泰安的 这些事情已经都结束了 我们到泰安是有使命的 完成了一个重大 重大的一个任务 当然这件事 我不想在网上说 我也不想有些人 拿我这个去做文章 我只是到泰安 我们姐弟 把这几项任务完成 包括我父亲 都就是我父亲 心里的一件事情落地了 也是我们当子女的 心里的事情落地了 事情办得非常的圆满 所以呢 明天早上起来 我爸就回阴台 跟我弟弟 我姐姐 明天早上起来的火车 就去回阴台了 我明天早上送他们 完了以后呢 我打算就是 明天把他们爸爸走了以后呢 我还去币的店去一趟 我看到评论区 有好多的朋友 问 那个就是泰安的煎饼 我去录个视频 如果他们这个煎饼 有在网上可以邮购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 你们去买去 明天就这事 我们到了泰安这两天 光忙着 真的忙着没有停下来 所以呢 闭着店这个街 我没有转完 像我奶奶家 我出生的地方 这种我去看看去 我们都没有转 明天我再转转去吧 再把监命的事 给大家落实一下 就这事 我现在 不管怎么样 这个仪式的有 看 好甜啊 可是晚上 是吃元宵的事 是吃元宵的事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